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不要以為這些人精神有問題 就不相信他們說的話 青山精神病院物資短缺 醫護人手不足的情況 確實嚴重到連精神病人都察覺得到 青山醫院自從二十八年前啟用以來 病人數目經常超額 好像七號病房本來只夠安置六十個病人 現在住了一百二十個 人滿之患是造成青山醫院 樣樣都不夠的主要原因 每天早上起床病人就開始日後一日的排隊生涯 病房裡面兩百呎的洗手間 只有八個洗手盆 共一百二十個病人用 於是擦牙洗臉就逼著要分批進行 病人用來洗臉的毛巾也不夠分配一人一條 結果要等一個病人用完 被護士消過毒 第二個病人才有棉巾用 有些病人因為不想用別人用過的浪口中 索性含著水龍喉來浪口 護士說連刺子都是不夠用的 我們一個病房有百多人連職員 就一百二十人以上的 普遍的病房都會有這樣 但我們一個月裡面不會超過一百塊尺子 一個人都分不到一塊尺子一個月 你可以想像一下一個人 究竟一天裡面可以用多少尺子 有很多病人他們用刺子的數量是很大的 比起正常人手的使用量多很多 會導致他們去一次洗手間 好像放紙妖那樣拉很多下 但如果以正常的使用量來講 我們都有一個很大的限制 沒有刺子的時候 一就是勸於家人帶 如果不夠家人帶的時候 就去隔壁房借 隔壁房借都沒有的時候 就自己織完自己帶尺子去用 如果再都是沒有的時候 病人唯有去完廁所就不用尺子了 不用尺子之後就有很多遺症了 要不就臭了整間房間 跟著就臭了 尺子用完沒有補充的時候 粗粗的肉扣紙 即是草紙就派上用場 有時甚至用來代替衛生巾給女病人用 因為通常一個有100個女病人的病房 每個月只分配到80條衛生巾 我都是入了青山醫院才知道 這件事可以代替衛生巾用的 那另外如果… 但是肉扣紙也夠不夠? 肉扣紙也夠不夠? 都不夠的 不夠的時候 唯有弄髒衣服 弄髒衣服的時候 唯有叫病人自己洗 弄乾它再穿褲 青山病人的生活 天天都千篇一律 早餐之後 他們規定不可以留在睡房 全部要出花園打髮時間 山葵關 洪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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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病人生活上僅有的刺激 由他們的外表看來 很容易誤解他們因為精神有病 以致不顧身洗 但是原來部分原因 也跟物資嚴重短缺有關 男人就是每天都要剃鬍子 竟然一間醫院裡一個病房 只可以擁有兩個鬍子 供應一百二十人每天剃鬍子 如果病人因為鬍子燉了 而不肯去剃鬍子 就弄一弄一弄鬍子 如果兩個鬍子一起壞的時候 那幾天裡 整間病房的男人就黑了 青山醫院有三個理髮師 負責幫兩千四百個病人非法 平均一天飛四十個頭 為了減少病人非法的次數 病人一律要把頭髮飛到有這麼短得這麼短 據護士說 一些本來稍有自信心的病人 入院初期怎麼都不肯剪髮 但是一轉來了 最後也只好接受現實 自信心也都慢慢和免 洗澡可以嗎? 洗澡 洗澡 由於一個病房的浴室只有四格花灑 加上熱水爐的儲水量 大約只能供應一小時的熱水 於是一百二十個病人 就要分開兩段時間洗澡 一半在五反之後洗澡 另一半在晚上洗澡 病人知道熱水有限要速戰速決 所以很合作 一入浴室就馬上除定三排隊 視頻隊在場也一於很少來 護士蓋探話 這樣的情況慢慢令病人放棄自我和尊嚴 我根本就沒有去過另一個地方 可以見到一次過有這麼多浴團在你面前 很尷尬的感覺就是 根本上病人就沒有了自尊 我們有一個最基本的目標 就是希望將病人從醫院送出去 當他自己連基本上的尊嚴都不是存在 我們怎麼能夠要求病人獨立地在社會再生活呢 洗完澡用來抹身的毛巾只有十多條不夠分配 護士唯有用病人的乾淨睡衣 或者枕頭袋來代替毛巾 護士特別向我們強調 拍攝這天 院方特意安排了一批乾淨衣服給病人替換 至於平日 病人多數是隔天才有衣服換的 但我們一天換回來的衣服 根本都換不到一百二十件 就算你換到這個數目 你都不可能每個病人都換到一件衣服 這樣就不可能跟他們換到足 那變成病人可能會隔天換一次 護士又說 很多病人的衣服爛到沒有辦法再穿 他們拿了病房所有乾淨衣服來 在記者面前怎麼辦 看看破爛的有多少件 結果四十件裏面有十六件是爛的 十五十六 有爛的乾淨衣服替換總好過沒有 難為那些早上衝了糧 經過一天滿身大汗 沒有糧衝 兼要吹著一件髒衣服睡覺的病人 睡房晚上的情形令人聯想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集中營 病床和病床間逼得再沒有空位 病人上床只能夠由床尾爬上去 幾年前因為有個病人爬上床的時候 跌死了 遠方於是把所有床腳鋸低幾寸 這裡的護士虎少說 其實病人不容易滾到床下跌死的 因為要滾都要滾過幾十張床才到地下 病床已經加磨可加 但是仍然有病人沒有床佛 那些年輕客動自然的病人大約二十個 不過每天晚上要在飯廳旁返報床 天王來玩我,我不是打磨嗎?我煩磨的 晚上青山醫院終於靜直下來 病人偶爾的吶喊叫人心寒 失眠的只在等候另一個 一模一樣的明天 烈日當空在三十幾度氣溫下游了幾個鐘頭去花園 青山的病人個個都汗牛接背 午飯中一打響都移得馬上逼入飯堂裡面 飯堂的空氣比花園更加滿熱 人味夾著汗味夾著梅味叫人想作嘔 不過病人師傅習以為常,若無其事 行不行,老闆 老闆 老闆,我都要多 哪有地方放下去,你拿這麼多 你給我,看你筆 你甚麼都要多 好朋友,快做場 好朋友,等著 我過來吧 來吧,出出出出 這個時候,故事傾巢而出 望到騰騰轉 很多精神病人都喜歡跟護士鬥氣出盡辦法不吃藥 所以派藥工作是要由兩個護士鬥氣出盡辦法不吃藥 所以派藥工作是要由兩個護士鬥氣出盡辦法不吃藥 護士說病人拒絕食藥是因為不認為自己有病 有個女病人向記者說她是被人逼進來青山的 當然沒有啦,被人逼進來的 當然沒有精神病,醫生我還要告醫生 非法禁錮十個月了 如果你沒有精神病,醫生怎麼說你有精神病 那這些事無可驗,這些事根本無盡真 你說我有精神病,那我就不認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這裡? 我喜歡,好,在外面牙女仔 地方小,人多,加上病人一般都好自我中心 於是容易發生磨擦 病人情緒激動起來,就很難幸福 護理人員必須用時間和病人建立關係 得到他們信任,然後再想辦法開解他們 彭說你失驚無神打傷 哇,你真是失驚無神一個 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拍攝當日上午,七號病房一個叫阿彭的病人 打掉了另一個病人兩隻門櫃 護士就要進行開解的工作 就是我,那個人不生神,那個人不厚 是 如果是厚,就不會搞這件事出來 好,就不會搞這件事的了 是 那你這樣,你自己要檢點點 第一次不會打他 第二次不會打他,那怎麼辦? 如果再有事,你怎麼做? 打算 第二次,第二次,我懂得做 你怎麼做才懂得做 不打他,做別的樣子,你打算怎麼做? 再有事,再吻的時候 吻的時候,我告訴阿Sir 我,綁著我,就行了 我告訴阿Sir,就不一定綁著你 你說告訴阿Sir,阿Sir怎麼幫你,好嗎? 你傷得怎麼樣? 開解完了阿彭 護士又要去安慰傷者 是,我想看你的牙齒而已 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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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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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好 遠方表示,護理精神病人 比照顧普通病人 需要更多時間和耐心 但是,青山醫院 護理人員不足的情況 比一般醫院有過之而無不合 他們根本抽不到時間和病人偷通 跟病人聊天,你需要理解他 你要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建立到病人信你 但是,如果你病人那麼多 各各來,想找你和他聊的時候 變成我們的時間有一個很大的限制 你應付得阿甲,應付不到阿穴 每一個病人都不可能 分享到每一個護士有足夠的時間 給心理輔導他 變成,漸漸來說,病人就會越來越孤立 他不想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亦都不能主動給他時間 做生理輔導的時候 很多情況就是 他們自己有問題就會放在心裡 亦都不能在最短時間裡 察覺到病人有甚麼需要 有甚麼問題存在 精神病人會這樣嗎 根據醫務發展委員會建議 以青山醫院目前2400個病人的情況 應該有800多個護士 但是,實際只有400多個 足足少了一半 B房的病人 有不少被護士用布條綁住 動都不能動 護士對我們說 這些病人行動不便 本來可以由人扶出去花園散步 現在,因為人手不夠 不僅沒有人有空扶他們去散步 還要迫不得已綁住他們 免生意外 青山醫院的護士面對這樣的情況 很多都有一種無能為力的挫折感 心病還需心弱醫 精神科醫生需要和病人聊天 來端定病情 一個寧靜的診症環境 看來是必須的 可惜,青山醫院除了幾間修正用的接見室之外 其他病房一個診症室都沒有 醫生要在護士出入入的當直室體症 我感覺到那些電波騷擾你 很多人害我 有啊,有機要的 這是事實來的 我見過很多人打橫穿 睡不睡不睡覺啊 睡不睡不睡 睡不睡 睡不睡 睡不睡不睡 睡不睡不睡 睡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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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 抱 Schluss 沒有啊 這位陳醫生承認 在這麼草草的環境內體症 醫療質素必然下降 如果對於一些病徵上的事情來講 他們都習慣了這個環境說 影響就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他們想進一步了解那個人 譬如一些心理結構 一些家庭環境 甚至性方面的壓力 各方面就完全不是一個適合的環境來講 所以有很多時候他們真正的內心 你們不太知道的 可以這麼說 還有青山也不夠醫生 根據醫務發展委員會的指標 這裡應該有42個醫生 現在只有28個 平均一個醫生要照顧85個病人 唯有將時間和精力集中診治新症 對於舊症被迫忽量 目前青山兩千多個病人裏面 超過一半是住上兩年的舊症 但是如果有一班病人已經住了很長時間 我們叫做長期留院的病人 我們能夠花時間就更加少了 小成怎樣 小成如果有一些住了很久的 我想就是 或者一個月是一兩分鐘 如果沒有突發的事情發生 原來青山醫院不夠醫生 是因為沒有人願意做 立志說要做這一科的醫生 屬於比較少數 但是少數想做精神科的醫生 就不足夠填滿那麼多的空位 所以就有很多的醫生 是被迫捕他進來做 他當然可能是等其他的 內科外科 或者其他的科 爸爸其實現在多久 一個月一次 一個月一次 慢慢慢慢沒有來 他只是來過一次 大約三年前來過一次 心理治療是醫治精神病的主要方法 但是青山只得兩個住院的臨床心理學家 馬淑華是其中之一 他說自己平均要看一千二百個病人 手上經常有四十個個案 我們有個笑話 很多時候覺得自己上班就像日圓的菜狗 不停去追著電套 電套就是我們的工作量 但是總是下班的時候發覺追不到 為了免心理學家百上加根 主診醫生如果不覺得病人百分之一百必要 都不會轉介病人去接受心理治療 就算病人真的有需要 至少排期都要排三個至五個星期 馬淑華說一個患有抑鬱症有自殺傾向的病人 隨時都會做傻事 排得來可能已經太遲了 他認為要精神病患者住在青山醫院等 看心理醫生一點好處都沒有 一個人他要因為只是等一個服務 就要純粹在住院的時候 在醫院裡面他失去了很多東西 他沒有了個人的自由 沒有了個人的空間 而這些其實如果在我們服務足的時候 他早點見到我們早點出院 就不需要失去這些影響到他的精神康復的事 青山醫院病人超額 物資缺乏 人手不足 院長張醫生不是不知道的 他只能夠蓋探話 心有餘而力不足 張院長的上頭又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我們有一批這樣的資源的時候 我們看醫院的需要來決定 我們分多少給他 還有看看他的要求是否合理 很明顯現在青山醫院物資短缺 而他的要求似乎是合理的 那你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如果是物資短缺 我們是有幾方面可以解決這個情況的 譬如說在供應方面 我們可以的程序會做好些 如果是急需的時候 我們可以撥款處理 至於青山醫院的問題 我們已經知道 還有我們會很密切地注意他 還有是會改進他的情況的 青山醫院二十八年前 一開始啟用 就一直面對人本之患 政府推出的改善計劃 始終追不上實際的需求 今天政府再次承諾的計劃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可以改善到裡面 那兩千多個病人的生活呢 一、二、三、四 你問我何時會鼓勵 我一清神地問自己 不知在此事,不知在何時 我像大約會時在同志 不知在此事,不知在何時 我像大約會時在同志 共生 今後 是哪 Xbox 有 題 和木業 typical export 剛才 三、四、三、四、三、四、四、三、四、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